歡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到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六輪的賽事。 今天的變題是雙變題。 甲,道家思想比瑜伽思想更適合現今香港青少年處世認世。 由甲方,華英中學,對粵方,德蘭中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的變緣。 甲方主變,何子晴同學。 甲方一副,張其千同學。 甲方二副,謝曼思同學。 甲方的傑辯,王子晴同學。 現在是粵方德蘭中學。 粵方的主變,陳斯文同學。 粵方一副,劉思琦同學。 粵方二副,梁欣欣同學。 粵方二副,梁欣欣同學。 粵方的傑辯,楊可兒同學。 因為我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蘭田聖保錄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 王河喬小姐。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中文科老師, 嚴德梁老師。 加密柏月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王文杰先生。 本場比賽分為主變,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結辯等六個環節。 台上邊緣的發言時間為4、3、3、4。 每個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釘。 釘! 時間到會有兩釘提示。 釘釘! 而過時15秒,就有三釘提示。 釘釘釘! 街時本人將會打斷別緣的發言,並且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的蔡規早前已經發佈給各個參賽學校。 想問一下雙方的主變對於蔡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的話,比賽就正式開始。 現在先請正方的主變發言。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向鏡頭點頭示意。 師妹!師妹! 可以。 可以。 如果你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可以。 剛剛是不是有說到話?不好意思。 聽不聽到嗎? 聽不聽到嗎? 是。好。 謝謝。 大家好。 道家和儒家思想由古至今流傳已久,在他們一直的發展期間有過很多不同的演變和代表人物。 唯獨不變的就是他們的核心價值。 道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宋相自然,世間萬物,家有道,照案至自身本質的特性發展就可以,並無需或一的規範。 相反,今天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著重禮教,每個人在社會上只有單一的核為標準。 例如在論語中的論人、論孝、論君子就明確地說出人、孝、君子的標準,要求每個人都服從社會規範奉獻社會。 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每一個階段都非常重要,做的任何決定都會直接影響到未來的發展。 而根據人生法階理論中,青少年成長任務是要自然我實踐,建立自然我的身份認同,同時也會面臨外交環境的轉變和挑戰。 如果不懂得如何應對,就會導致他們做出一些偏激的行為,例如離家出走,放棄學業,甚至反抗社會。 所以今天要去衡量變體的準則就在於在道家和儒家的核心比較之下,何者能有效地協助青少年達成成長任務,有助他們的個人身心發展。 而我方今天贊成變體,原因有二,第一,道家比儒家更有作青少年自我實踐。 如上述所說,青少年成長階段中最需要的就是有適當自由的空間讓他們自我實踐,發展自己的潛能。 但儒家存在黑板的規條,麻木制定對與錯,儒家孫子說過貴賤有等,長又有差,貧富輕重,加油清者也。 這麽嚴重的階級觀念只會令社會對群體作出分類,但不合規範標準的都會變低為差。 例如現今香港大眾對成功失敗有劃一的標準,認為一定要在公開試中考得好,入山大,讀神科就是成功,如果做不到就是失敗。 這樣只會令青少年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和壓力。 難怪浸信會一百年進行的中學生抑鬱焦慮狀況調查都顯示,有過半中學生出現抑鬱的狀況,三成感到目出路。 相反,道家提倡信其自然,無用之用視為大用,以道貫之,勿無歸戰,一次過打破美丑歸戰議員標準, 即使不是社會主流價值認同的,都要平等、關愛和包容。這樣就能令青少年因應自己的特質發展自我。 第二,道家比瑜伽更有助青少年應對在外的挑戰。現今青少年需要應對不同的難題, 疫情、社會事件甚至向上流動機會低等,這些都是社會結構性問題,並非個人能夠獨力解決。 但面對這些難題,孔子仍然強調知其不可而為之,即是明知問題解決不了,都要本著堅持的精神。 可見儒家思想是要人在死胡同裏不斷拱求,這種態度只會勉強自己,又改變不了現況。 李公大學二二年曾經調查香港家庭的抗疫力,發現有六成子女面對社會事件,會不斷自我批評、怪責自己,令到壓力大增。 相反,道家提倡因時制宜,老子曾經說過,上善弱水,水善理萬物而不爭,靈活有彈性地去面對不同的困難, 比起不停地罵冤,比起儒家密守成規,自我壓抑的態度,道家最能平衡到他們的心理健康,更有效幫助他們進入後的境境。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如果現在父母要求你不准打辯論,乖乖地回去讀書,你會選擇像儒家思想那樣跟隨父母的意願嗎? 行氣辯論,還是按照你自己的能力、興趣、潛能繼續打辯論呢?多謝各位! 教方主編的發言時間為3分48秒,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月方主編,你有4分鐘時間,準備好開向鏡頭示意。 佐伯 Madonna,無 inception…… 司wife,請問你聽到清楚嗎? 就是澆聲。 戏幕裡面請問聽到清楚嗎? 主席、評判、卓國、惠達 今天有關問是否不應該打辯論 要回去讀書 但其實兩者沒有衝突 因為瑜伽所教的 是每個事情都要積極面對 增值自己去提升你跟我的辯論力 所以我們回歸基本步 追本索援 瑜伽的根基離不開寒慢思想 杜家的內核要不過勞裝節學 而學術界的供應劃分是 瑜伽入世而杜家出世 瑜伽積極求有為 而杜家消極求無謂 瑜伽講合意做要做的事 杜家講信心做想做的事 以上的籠空概括有方如果不否應 即是物應 現今香港青少年面對什麼困難和難題 擁有什麼特質和不足 會在我方每一次的拆解推論時都逐一提出 去背對瑜伽的思想 有需要引入杜家的做法做比較 這就是今天變題是否成立的應有方程式 形勢、處事、瑜伽思想更適合 原因分別如下 第一,形勢方面樹立正確道德價值觀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於我們有道德 現今世代之前,青少年的道德價值觀念 主要源自於家庭和學校教育 但時至現今、資訊流通、網絡發達 中小學生已經習慣在網絡上 從不同的匿名者身上 接受錯誤的資訊和觀念 流曲青少年價值觀 以香港最大流量的串流平台連登為例 普遍存在仇富、仇老、仇女等等的思想 而極多人賺好 因此需要以道德為首的現今 需要萬子所說的擴充本心 需要孫子所說的霸性、喜藝 去糾正錯誤的價值觀 雷萬子說老不老以及人之老 真是明真是通 又怎會開口脈口叫長者做廢老呢? 孫子教指貌說 己所不育、密施於人 有否敢說這些不是活在現今撕裂社會下 青少年所缺失、所不足的道德呢? 更重要的是 如今有清晰具體的帖目和指引 被青少年渴窄和跟從 但道家只講理念 又有沒有清晰交代核道德的做法 被青少年依從、形勢呢? 第二,處事方面 直面難關、解決根本 另一方剛剛說 莊子推出什麼? 無用之用 對了,我們就靜靜看莊子自己所寫的三六篇 說莊子的朋友想殺鴨接待莊子的時候 一隻鴨出聲有用 這隻鴨是出不了聲啞的 即是無用 結果莊子的朋友選擇殺無用的鴨 所以請有方的一步出來解釋 到底莊子自己所寫無用的鴨 而受累的例子 去解釋你所謂的無用之用 所以我們看回現今的青少年 現今的青少年 在行為道德上都充滿不同的問題 但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有方所說的是信其之言 甚至是崇相之言 真是不知其然 禁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今天壓力的本身是來自於 原來是各種的困境難題 所以今天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易經裡面提到 公子以至強不識 如今教的是積極面對和解決問題 從根源去解決大家 來自於壓力的問題 所以今天有方所說的壓力 根本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時候 有方今天所說的信其之言 有道家所教的根本就是 青少年學不到的時候 所以今天有方請你回答我 到底現今的青少年 是否應該要積極進取 無論走什麼路都好 無論是讀書 還是打辯論都應該積極進取 多謝各位 準備和回答都一樣 在限時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丁 而時間到就有兩丁提示 丁丁 接著就到月方 他派出一位台上的邊緣 向隔方的主辯題文 請評判都留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的分子第一格 這次序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行的分數 現在請隔方 排出一位台上邊緣發問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那你準備好開箱鏡頭示宴 可以 定 還有各位大家好 香港青年協會的研究指出 月四成的學生壓力指數偏高 當中更有過半的首方學生 最擔憂學業的壓力 面對著這樣的現況 有方就說要由根源解決 就說瑜伽帶我們積極入世 但事實是教什麼 教我們天章降大任於私人 也必先勞其根吉 我們要盲目堅持 捱下去 要符合父母的期望 什麼都不能違背 想問有方同學 面對著 這麼多學童不堪壓力重負 輕聲的悲劇 越來越多 以儒家思想這麼僵化的主張 如何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還是你應用道家順其自然 太弱子弱地面對 才能夠真正幫助這班 在高壓之下的學生解決問題 真正這樣 定 多謝你 現在到月方主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定 幾乎 市場 自然 目前 誰 誰 我 我 我 但是 我現在再做了 但是 我可以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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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时间已到 现在请月芳的主便回答 你一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丁 主席评判出席各位,大家好 月芳就说原来很多清智年补大压力会轻生有抑郁症 但是现在就要求她积极向上 所以会导致她们有抑郁症的问题出现 但有方请你不要抹黑月芳 我们看回月芳真正所说的 原来还有 穷质独善其身 达质兼濟天下 原来当自己有问题的时候 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足够 但当你顺境的时候 就要发挥几场多做社会和大众有益的事 甚至曾经都说到 忠庸之道也 甚至是过游不及 做事情固然要进取 但是也要适可而止 所以根本不是有方所说的积极进取 到他们的压力不断增加 所以有方要解释的是 到底你所谓的顺其志愿如何做到呢? 青少年又怎样做呢? 有方通通都没有解释 所以有多少人做到? 请你有方论证 多谢各位 现在轮到月芳提文 请月芳排出位台上便宜去发问 有分钟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开中间的里面 吉他 有吗? 不是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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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的? 香港現今青少年身於社會離不開群體社會而獨立生存和發展 所以難免會有壓力 當社會有期待、父母有要求 甚至在同學之間的比較都有壓力 即使是有方所說的崇尚自然令心態改變 但現實問題仍然存在 請問有方道家思想在以上現實問題下如何真正幫助青少年 令他們的壓力得以緩解甚至消失呢? 多謝各位 現在甲方的主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定 結束貴 本人 非常非常值得 任何方式 已經有期待 也不是 任何方式 是,聽得清晰的 那你現在就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如果你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可以,可以 再再,各位大家好,多謝友方同學的問題 剛才說到道家,很多謝友方同學承認了現今問題會令學童很大壓力和和父母相處不到 舉一個實體例子,今日每日學童每日上學讀了很久,想回家放鬆休息一下 儒家的論語提倡蓋,學者自強不識,不識則小成多,中度而止,則前功盡器,強調要無間斷,這樣學習不可以休息 但今日道家就強調以負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強調學習要潛延物化,不強求你的知識 順其自然地去學習,當人人都跟隨著儒家思想不間斷,24小時充滿的學習 那青少年就算挺累,但一些休息都沒有的時候就會產生最多感 正 社會時刻刻都充滿著憂慮,所以想問友方同學,究竟這個青少年不斷學習,不能休息的環境 還是叫他們順處自己的精力,慢慢地消化知識的環境,是否可以令他們的壓力更加小呢?多謝各位 現在台上的發問環節就結束了,現在有請隔方第一副片發言 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向鏡頭示意 試咪,試咪,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清晰的 可以 定 大家好,現在就讓我由兩方面去拆解今天雙方的分歧 第一,如何解決問題 今天右方就扭曲,道家就等於不作為 但我們先看看,老子就曾經說過,道常無畏而無不畏 第一個無畏其實是說不可違反自然定律 而當大家順應天聖,就可以達成無不畏 即是不知不覺耕自我實淺 所以今天道家從來都不是任何事都不作為 而是認清現實,針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去發展,不會勉強改變本質 而相反今天瑜伽的人生目標是什麼呢? 並不是看個人的本質,而是看長輩的看法 論語說明,我們要以君主父母為肝 所以瑜伽的人生目標就是不斷滿足長輩的期望 這樣的確是很充實 但對青少年自己又有什麼意義呢? 而第二,如何達到正確的價值觀呢? 今天右方就扭曲,道家就是沒有任何這個價值觀的要求 但是根據老子,故常無辱,以觀其妙 道家是講求那種不爭,兼愛,虛情慾 從來都是有這個價值觀的,可以掃到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只是他沒有一個特定的方法,怎樣去沒有這個特定的規範去達到 而相反呢,今天瑜伽的確是有規範 但問題是他在各方各面都有很多規範 例如論語就說到父為子孕,子為婦孕 要完全聽從父母,三官五常,重視身份輩份多於能力 夫妻法於情,子乎禮等等 今天右方說了令青少年表現得有禮教 而叫他們壓抑自己的思想又是否值得呢? 而不要說青少年,試問在這個時代的成年人 又有誰可以做到瑜伽所說的一套規範呢? 其實要形容香港青年都離不開壓力兩個字 現在有一半的青少年抑鬱,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失眠 全部都是因為香港經常用成績名利去標籤青少年 現在的瑜伽社會的確是叫人淡薄名利 但就變成了所謂用一個仁義去標籤人的社會 當我們不是讀書人,沒有貢獻社會,沒有服從父母之言 我們就低等些,這種標籤只會令青少年的壓力更加大 而更加可悲的是,瑜伽給了這麼大壓力的青少年 他沒有給相應的抗壓能力 曼子在瑜伽上說過,即使我們黑己福禮 但其他人仍然不接受我們的幫助 因為我們無禮,甚至討厭我們的時候 我們應該質疑自己是否夠聰明 自己是否夠禮貌,是否夠人愛 而這種這麼壓抑,萬目滿足他人期望的心態 只會壓抑青少年的情緒問題 而反觀道家,提倡免對困難要上善弱水 因為水的可貴之處,並非粉碎岩石 而是用來滋潤萬物 同樣人生就不應該像瑜伽那樣 盲目追求他人的認同勉強自己 而是應該像道家那樣靈活應對 活出一個自然自由自在的人生 多謝各位 教方第一負面的發言時間為3分05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月方第一負面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去向鏡頭示意 是 聽得清晰的 是 聽得清晰的 主席評判,早就各位大家好 接近比賽中段跟大家劃分一下電場先 今天重點無非以下三樣 道德壓力能力,道德方面有方主便不提 有方一負不達 有方無回應現今青少年極受匿名案落所影響 我們主便二連燈為例 以小見帶,仇女仇富仇老送之仇一切 幸福快樂時而多人讚好 以上個禮拜阮唱會意外為例 是有人集氣祈禱 但有方也否認不到很多人奏過藍團去死 很多仇恨言論說傷者逮死 價值觀扭曲是事實確立了 價值觀扭曲道家怎麼解決 有方無回應也確立了 有方第一個另一點就跟我們說 儒家推崇階級主義 但又有什麼問題呢? 階級主義根本就不是等於下節 而是不同人在不同自己的位置上發揮自己所長 各自有不同的分工習近 例如是扶持指考,做子女的要孝順 但也代表做父母的都要有前愛 要有其責任,以身作真 所以由方你口中的階級主義到底錯了什麼呢? 進一步說 道家有什麼具體條目在中信校 在中信校對禮而廉此各方面 再建議呢? 有方目無答 但我們儒家不同 我們儒家會提出具體條目 如何行人,如何行孝,如何行禮 單個文憑示範文 論人都有提及非禮物視,非禮物聽,非禮物移,非禮物移 非禮物動等等條目 論校都有提及 身要視之而禮,死要藏之而禮 各種禮的條目 怎麼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禮記之中都有明確標準 道家在中信校對禮而廉此各方面都不重 各方面現今青少年都不重視的時代下 怎麼做呢? 還是由方的立場下 以上一切確實不須被重視呢? 由方一副說 不可以違反自然定律 意思是什麼呢? 由方你不明白怎麼做 所以由方主便都說 跟你講理念 不講做法如何達至 由方說得最多的壓力 由方主便跟我們說 我們不斷強求 台商發問又說我們盲目堅持 但由方不要再抹黑由方 台商發問已經答了由方 如果說過由不及,即是越失可而止 如果說窮則督前其身 達則兼則天下 即是量力而為 不行就顧好自己 有餘力就走多一步做個世界好公民 並不是由方說的瑜伽不斷強求 相反 道家說壓力是維生問題而不認同 壓力處於處境和能力 是指標不治本 有方以為道家順其自然 就可以放下釋懷 但無情的見識就是 你不愛競爭,競爭就會抓上你 重點是不提升能力 或者不去尋找其他出路 不解決問題的根源 壓力只會持續出現 就例如明天有個文言文測驗 你看不明白 不懂,又不去面對 不去溫 和自己說小大衰竭角 尤其是 我寧願好像莊子那樣 我寧願好像莊子那樣 在烏水中唱 又嫌疑好像其他人那樣 形形一形 這位同學之後還有六國論 如我所有假的測驗考試 繼續承受壓力 甚至面對更大更多的流氓壓力 民憑事壓力 有方來答我 比起瑜伽的積極自強 路上什麼可說可以處理這種 青線來集體問題呢? 多謝各位 越方第一負面的發音時間為3分05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在甲方第二負面 沒有三分鐘發音時間 準備好開響的頂頭示意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是清晰的 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一開始就不停質疑我們 道家應該如何解決問題 但是有方同學有具體地解釋過 儒家應該如何解決問題嗎? 其實有方同學今天很簡單 從兩個角度去論證變題 第一有方同學就說 儒家可以對不同的事物都有嚴格的規條 能夠引導青少年做正確的行為 而道家就是指講理念 或一些具體的規條 但是其實道家所說的順其自然 並不是沒有任何行為規範 老子所強調的效法自然 不是正正鼓勵我們 要小思寡慾 處事不爭 尊重萬物 包括我們的父母 並不是鼓勵我們仇父仇母嗎? 而既然兩者都有對大家的行為都有要求 分別就在於要求有多麼仔細 第一說了那麼久 不如我們從兩個角度去分析青少年的生活 第一看家庭和人相處方面 儒家規範的確很具體 但具體到什麼地步呢? 例如我身為一個女孩子 見到儒家叫我遵守三重四德 三重就是指 女孩子在家的時候一定要遵從著父親 出嫁夫婦 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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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就应该被剥夺和辩论的自由吗? 所以,而道家强调的天与人,不相性也, 即是无论男女,任何职业都平等, 正正就是现今社会所提倡的人人平等。 所以可见,如家这么强调的秩序, 虽然避免了青少年犯错的机会, 但更加奪退了青少年的自由。 所以,清白任方同学,抱着一套守够单一的标准, 又如何令青少年去解决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呢? 第二,在学业未来发展的路向, 其实大家经常都会听中国会将职业分为是农工商, 正就是受到了如家的影响。 为什么自大夫会优先于同工同商?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读书才是最重要, 做官才可以贡献社会。 同样地,在现在香港的社会当中, 是不是要呼吁青少年不要再同商? 所以带出了如家这种僵化的社会阶级观念, 很容易受到了时代的淘汰, 限制了青少年的出路。 相反,道家所主张的以道观之物无贵战, 正就是从上万物平等, 反而更加能够经得上时代的推演。 就当有方同学今天真的这么守够, 只要读书才是更好。 其实有方同学也承认了香港读书的竞争压力真的很大, 有方同学叫这帮青少年的游行解决呢? 所以今天,道家思想更加适合现今青少年的处势认识。 多谢大家! 教官第二副变的发言时间为3分10秒, 无小时无需扣分。 叠续下来是月方的第二副变,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四分钟发言时间, 很多未经认识的时间, 真的都能够理解决定。 但是吗? 雪麦 花的时间, 大多数未经认识的时间, 谁知道, 四分钟的时间, 有点多数未经认识。 清晒的时间, 是清晒的意识。 可观 可观 的时间。 其實看回瑜伽,瑜伽不只講自己 由親到疏,由內到愛,修身齊家到天下 同心願感推而廣之 我也有三個層面,由小至大,著吉察界在今天看 第一,全國人層面,其實今天又有一大問題 覺得一些思想是道家獨有,然後妖魔化瑜伽文化 錯了,有方說道家可以令人放下執著、減低壓力 都是瑜伽都有講的,其實今天我方由主變一副 已經和有方提及,窮失督線其身,過游不及 代表任何事情過了或者不及,都是不好,中庸最好 所以不是有方理而魔化我的瑜伽 瑜伽思想是麻木追求 再寫,今天有方說道家鼓勵人信應本心 其實瑜伽都有講的,十二篇論人那句 主中信,老師都有教,說瑜伽雖人問心無愧 孔子孔子行事,從來都是依從自己的本心 再寫,今天有方有提及,考得好才入神科 以赴又不斷提及,讀書才會有好未來 但是我方見到,其實孔門弟子都各有發展 就看回指路從武,指右從文,指貢從山,指下從教 其實這些通通就是多元化的發展 今天有方,我方沒見到瑜伽是迫於讀書的 再看有方說的重點,其實瑜伽都有做的 甚至有更加清晰的條目提及如何做到 所以今天有方全場都沒有論證過 為什麼,何解呢?道家更加好 所以今天有方你叫我論證,瑜伽怎麽教 一些青少爺做好綁藥,現在我方主編一副麥 就是和你講的,他們有清楚的條目教導他們 而今天有方道家是沒有提及過的 第二,從社會層面 張子當時道家思想被評為大而蒙當 後世被評為陳義過公 其實每一句思想都沒錯的 但是怎麽做到呢?事實上今天有方充其量 都只是論證可以做 但是怎麽做到呢?又怎麽做到一時貫徹下去呢? 其實是沒有論證過的 其實處世應是要消解壓力 但是是要能力和要求配對 就是要不就新著能力 要不就改變環境,改變對自己的要求 於是瑜伽消解壓力的方程式 其實右方今天博不到的 所以今天右方說的順其自然 都不配以瑜伽的積極面對 就只會變成順流而下 簡單一句,對社會來說 一對青少年不斷珍惜自己 找自己想走的路 甚至是會身邊為世的人所貢獻 比起青少年都會優先想自己過得舒舒服服 何者對社會近理上呢? 第三,從事到層面 我想由方疊變記低和回應以下這個時代批判 健安時期,度假思想當到 氣經典如常老妝,滅禮法而崇方達 例如是黃燦的親愛師,劉丁的失題等作品 其實已經充分表明出一個 除肺的色彩 甚至還居酒為禮 所以今天看到除肺的文化延伸到歪進 終成為了社會主流文化 再看回軟席 軟席是老妝之後的道家代表人物之一 感信道家,又方又點解釋三個字所記載 軟席經常獨自驅車慢遊 直到全方無路時不斷哭呢? 所以請右方見面直接回應,多謝各位 月方第二負面的發言時間為3分0x秒 無超時無需求婚 接下來就到台下的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請駕方派出一位台下的辯元發問 請辯元開啟鏡頭或試麥 試麥 是聽到的 那你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那你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範 丁 今天右方同學全場都在說 如家叫人遇到困難,對著不停的跡逆地面對 但是盲目的跡逆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嗎? 因健康之心分會2018年中學生 激屈焦慮狀況調查到顯示 九成的中學生是出現了學業進的變態 意思就是指學生循環受到畢業壓力影響 而產生新生思維靈的反應 青少年在受到強力的壓力下 如家畫一個標準之下 只會讓學生不斷努力去到讀書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跟從如家畫一個標準 如此高壓的情況 還是跟隨道家順便自然 這樣放鬆 而且可以適時休息的調整心態的情況 可以隨便會到 青少年學業上的解決問題呢? 各位 接著下來就到月方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丁 開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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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近一点点 是 清晰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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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原本既是 комна�� bougie cellar目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XDDD XDDD XDDDDD XDDDDD XDDDDDDD XDDDDD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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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дidar XDDDDDDD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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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請問,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清晰的 可以 今天有方同學提出孔子說要因才私教,但同時孔子又認為君子不氣,又只是教學生他應該精通綠藝經傳,相反道家認為應該順其自然,尊重本性。 就是假如我適合做生意,但其他地方一晓不通,瑜伽就是一方面鼓励我们要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又说不同的人和工作应该划分三六九等,我们只能够密密受到排斥,而道家从上的,我们应该要尊重他人和自己的情况下,信从自己的本心,你喜欢做商人的就去做,你喜欢做厕所的就去做,并且人人平等,就算其他人质疑都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 只要自己开心就可以了,因此有方同学是否觉得,瑜伽期望每一个人都根据着死板过时的规矩,成为所谓的君子对于社会有重大贡献更加好,还是道家从上自由,人人平等的同时都要跟随着自己的心去做的,谢谢大家。 现在道家方去排出一位台下的辩元发问,请辩元开启镜头并且试咪。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且试咪。 是,清晰的。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空说我们道家没有任何道德表现,所以会有这个在年德里面的仇女还是挂人贵佬的问题, 但是其实道家讲求深善于主线人,就是说要包容万物要有同理心,所以其实在道家的思想下,这种种的年德和为都是错的,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再搞不清楚,两者都是在教别人的要道德, 不过现在是用一种滑一僵化的标准,例如说要视父母要无谓, 甚至说要负为指引,指为妇人,就是父母犯罪你都要为她去隐瞒这件事实,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父母真的犯罪了,究竟我们为了行考一方, 帮助我们的畜生阶劫目入团,还是我们要揭发图母, 对这两大人如何选择呢?谢谢各位。 定。 现作月房就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开始计时,定。 感谢观看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有请月方排出一位边缘去回答。 另一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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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评判出席各位,大家好 我刚才的问题就问,原来 现在教我们要帮父母隐瞒,还是隐瞒 包庇他们的错误呢? 但我们看回事实,瑜伽所教的不是隐瞒父母的错误,而是要善心提醒,要提醒父母他们错误而教他们去改善。 所以今天有方正是跟我们说什么呢? 说他顺其自然,崇尚自然就可以做到道德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瑜伽和道家有和没有的比较,而是多和少,就是具体和不具体的比较。 所以我今天主席也说过了,原来瑜伽教的是几所不育,物思扬等等的具体调母。 有方正是说什么呢? 顺其自然。 所以有方今天要论证的是,到底道德层面上,瑜伽还是道家更加清晰? 令清晰可以更容易地跟随和学习呢?如果你觉得道德更重要的话,如果你都认同道德更重要的话,多谢各位。 接下来请月方排出位台下辩元发文,请辩元开镜头,并且试咪。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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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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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求过得意识如今有哪一句错误 我让有方选任何一句反过 反而我想指出的是 有方今天在无论证过的情况下扭曲 如今上一句又说发负停止负礼 下一句又说这样接着要清智年 现在谁能做到 我方的老师说他能做到 当然有方没理由不信自己的老师是能做到的 先有方论证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呢 谢谢大家 那现在甲方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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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准备时间已到。 现在请甲方排除卫变员回答。 你要一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 是,听得清实的。 试咪试咪。 诶,听得清实的。 诶,可以。 再来,大家好。 刚刚有方问我们,为什么现实中,为什么瑜伽是做不到的? 我想问有方,论语里面说到,父为子引,子为父引,和不可为如为之。 例如,今天父母是想我们读理科,但我们想读文科的时候, 今天有方是觉得我们应该根据论语,应该百分之八听了父母所说, 去选择我们自己不适合的文科, 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是,而道家就是说,老子里面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那今天有方问我们怎样做不到,我想问有方, 你今天是不是在生活里面所有事,跟从父母的意见呢? 而再者,其实今天有方呢,都已经识说了, 其实今天大任就是说言人和君子, 换句话去说,其实今天就是你达不到瑜伽所说的, 言人和君子的标准呢? 那今天你在瑜伽的世界里面呢, 特别标签为你,不是一个言人, 你不是一个君子, 但是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瑜伽里面,它有这么多的规条, 那例如呢,今天在礼方面呢? 叮叮,时间已到。 那现在台下的贩问环节就结束, 那现在是结变的准备时间,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准备, 那现在开始计时,叮! 叮! 着叭! 着叭! icio! iste! 这是自己好闻闹释在它儿子 Weight! ider! 哎! 副技是空闹释了! 所以,声音是我在处理板上在所以 pię mun书, 谁是哎! 对吗! 接下来你的 resting位aken呢? 一个ossa是 reflected了年吗? Dang siiun Dang! Dang siiiun Dang PROF When you blink, Dang beside you are going to make it up. Dang马 CM 词咪词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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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 Rin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我想用三二一去归立传卓 三是有科后中道家的三个错误观念 有科说人生不必求相俊 无相俊心病不可耻 是的,但其实也不光位 今天有科推崇消极不求相俊 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要做了 说顺其至义 但是看回香港教育 负便论证给你 不理测验 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再跟你说香港竞争 带到顺其至义 其实都只会顺流下限 青少年一直成长 世界对于青少年的要求就一直提升 所以要求青少年增值 其实每一环都很合理 所以今天有科反积极反学习先不合理 今天讲的不是成年人 是有时间有潜力 有人生路向选择权的青少年 为什么要他们这么消极呢 有科第二个错误观念 是以为逃跑虽可此但有用 错,没用 无用在于逃跑 就没有解决到终需要面对的问题 主片和一副分析了 对比以前家庭 学校教育为主 现在青少年更受网络世界所影响 包括各种色情暴力资讯 包括匿名讨论区各种信心意 而为道德的扭曲言论 有方推崇的道家思想 根本无办法应对 而如家可以 以赴再跟你以史鉴金 看看道家思想 令一代人产生垂肺文化而饱受推平 有方也无从解决 甚至有方主变一开示出来说的无用之用 其实最后都无故消失 第三个错误观念是疑偏概括 今天有方用被现代流曲了的瑜伽思想 去论证瑜伽的黑板 和我们说以君主父母为母 再说三从四德 首先今天有方所举的例子 其实是妖魔化了瑜伽的思想 是种种被后世误解了的意思 其实我们同样都可以把道家 扭曲成好消 但其实这种讨论根本就无意思 再者 瑜伽思想有很多内容 今天谈论的 应该是大方向而 并非好像有方那样 只是斟着一两句言 去以偏概传 至于二 是有方对于瑜伽 对于青少年的两个最大误解 首先有方对于瑜伽最大的误解 是误以为瑜伽一味积极 造成压力 甚至认为每个人 都是盲目坚持 只有读书更好 但是有方一直没有回应过 穷质独善其身 和过犹不及等等 量力而为的中庸哲学观 甚至孔子其实没有对任何一个学生 说过你一定要做官 并不是以单一标准认识 他三千个学生同样会觉得各思其识 我帮台下再跟你说 万子讲不为和不能 指人要做能做的事 不要强求做挟泰山而超不可 这些不能的事 所以今天有方 妖魔化了的根本就不是瑜伽 有方对青少年的误解是什么 就是青少年的水平 境界和理解程度 青少年的特质 是较少月历 二受影响 人生阶段处于被安排的阶段之中 他的学习特质 是要具体小报纸地学 但报家就恰好相反 今天有方出来和我们说上线药水 滋润万物 和我们说道上无为而不为 再说万物平等 但其实全部都没有套入具体事例去解释 问有方你 万物如何平等呢? 上线药水如何做到滋润万物呢? 你自己都做到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用这些去套入青少年的思想 甚至有方自己其实没办法解释 究竟青少年有多少个可以做到 完全不理其他人怎么想 所以不要再把这么高层次的老庄逍遥思想 说到中小学生人人都懂了 最后一 是一个比香港当代青少年的忠告 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人提倡躺屁 过于以置身为中心 令到社会上一些善意举动 都会变成假人假意 许论坛上有人打抱不平 都会并认为是打手 太多的怀疑 太多的恶意 太少走多一步为社会负贷一点责任 不好 不对 我应该为社会多添一点和平 多谢各位 阅方的结变的总结的时间是4分08秒 无小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是夹方的主别再总结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箱的投示意 不 recib ang 吗 你说什么 当宏斯汇 上新闻听到是 可以 政 主席、评判助各位,大家好。在我们的成长路上充斥着各种规范。 小时候,我们要赢在起跑线,就要琴棋书画、洋洋精通、学钢琴、学跳舞。 到了求学时期,分数、决定成败,我们要搞进脑汁、面试、扣门, 只为除了一个好像有方理德兰中学那样的传统名校的学位。 也要选科,读音乐、艺术,就是黑食。 到了文臣时,我们就要考五星星做状元,进不到大学就是其次大欲。 但当我们如愿读到神科,做到医生律师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发现根本就不适合自己呢? 去到职场,我们又说了,女子一定不如男,所以同工不同臭。 三十而立,我们就够中回家,成家立室。 因为男主爱,女主爱,所以女子要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职业女性也要回归家庭,上夫教旨,三重四德。 但究竟为什么呢?无人知道。 再说,对待朋友我们又要无有不如己者,要课给三家,选什么叫亿有。 对于自身又要绿艺经传都懂,仁义礼智都要懂,所谓因材之教就是精英班和普通班的分别。 你不懂我就继续教你,教到你识到绿艺经传为止。 职业又有分贵贱,要学而优得试,身份又有分高低,要奖又有罪,要传敌,传敌不传输,到处都是阶级观念的标签法。 就像有方那样,收身平天下,个人亲友,道有规条,不跟就是不仁,不仪,不孝不忠。 有方问我们阶级观念的弊处到底在哪里,正正就是什么都定义了,什么都标签化了,标签化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非。 但这样一个僵化,这么密所成规的硬性标准又如何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呢? 要只为抚引这些荒谬的价值观,有方来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价值观。 但又是否真的适用于现在当今的法治社会,要这样愚孝才是真正的道德呢? 再说,说到最后,瑜伽从来都没有有方想得这么正面的。 面对着社会的压力,有方很自相矛盾,一时就跟我们说, 其实我们现在要放下得着,要忠容最好,要顺应本心。 但这个呢,有方说是瑜伽的思想。 但到头来又跟我们说,现今社会香港是很大的竞争的, 我们就要努力向上,不然就会被人眼红楼冲去的。 那到底有方你认为要顺应本心? 还是要什么都不理,就是努力向上,我要出雷百岁才是最好呢? 再说,顺应本心,有方你说这样是瑜伽? 但我想问有方,当顺应本心和父母的滋意违背了的时候, 有方你要做天赋所指的不孝子,还是依然说要顺应本心呢? 再说,有方今天就是一个怪兽家长的心态了, 你不找竞争,竞争都会找上你。 所以有方就要强迫自己,什么都多才多艺, 執着于攀比,執着于反诸求己,要竞争,要向上流。 但从来不是这样的,面对着压力,我们更应该的就是好像道家那样的呼唯, 这才是真正的逍遥。 有方今天说道家是很消极,有方就说了一堆的诗词, 叫我回应,原来我真的一句都看不到, 但有方已经说了全场道家不是消极逃避, 无用之用,什么都不做,而是等到适当的时机, 因人而言,按照能力、本性的装备自己,最适合这样做。 唯有这样,清少年线是最好, 其实随着时代变迁,文明的进步。 谢谢大家。 金方结面的发言时间为4分03秒,无消息无需扣分。 现在比赛就告一段落, 本人将于评判稍作联络去处理一些分子的问题, 但为了把握时间内都会在三位评判填读分子之后, 逐一邀请为今场的比赛给一些评语, 请对错的双方都可以留在原位等候一会, 提提评判,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的评分, 每位评判才选出三位表现交界的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余下一位得10分。 如果评判完成了分子之后, 可以在checkroom或WhatsApp去告知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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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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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表现都可以 中规中规也挺好的 我其实比较欣赏的就是 双方在一些回应上都是很快很迅速的 而且是有尝试去聆听对方的观点 在回应对方上都是很快的 而且这个脚准角度是比较高的 我都挺欣赏这一点的 但是可能因为始终瑜伽和道家思想 特别是道家思想 可能大家能够接触的层面比较少 所以可能在某一些位置 在思想的拿力上是有少少不够准确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 譬如正方曾经提过 道家思想是有兼爱思想的 而兼爱思想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一点 其实应该是墨家思想会更多 而不是道家的 在这些位置上有少少的瑕疵 会令到我觉得思想的拿力上 不是很准确的 这一点是可能要小心一点的 有时候可能太快了 可能会由包容变了兼爱等各方面 但可能在思想上 其实体系是有不同的 有少少这些概念上是需要准确一点的 我觉得可能还要在这些位置上做得好一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 比较着重在反驳对方那里 在自己本身的观点建立上面是比较弱的 例如都是说像道家思想那样 因为可能大家在道家思想不太熟 可能对于道家思想的处势态度的一些 其实还有很多在道家思想里面 其实是很精华的事情没有说出来的 例如如刨丁戒鸥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如何处事 在这些上面的拿力的位置上面 其实反而就是变成了自然等等 一些比较虚的一态度 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事情是有待发掘的 就算好像比如瑜伽 其实他都有很多位置是没有说得好 例如中庸 讲来讲去可能其实都是过犹不及 穷质独善其身达质兼制天下 可能是留在一两个句子上面 未是在一些思想的精华的位置上面 有更加多的发挥 以至在自身观点的建立上面 虽然是连贯的 但是在建立上面是弱的 反驳上面就很快了 但是可能在自身的观念 就是自身的论点上 如何铺牌上面是比较弱的 在这场比赛当中我看到 所以可能大家都是想着辩论 就是要拗倒对方 但是可能有时候 在一些自己的本身观点上面 是比较流于少说的 另外在发问的同学当中 其实都可以留意的 有时候可能你们太急于 要护住自己的队 反而在问题上都是未问清楚 即是你不是在做法问 你只不过是纯粹帮自己一队去辩护 那这个都可能在一些辩论技巧上面 都要做好些 这些位置上面要整理清楚一点 我觉得这几点都是值得同学可以想一下 是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位置上面 我想特别是一些史例上面 大家好像找一些数据 找一些资料史料上面 其实都是很好的 都很丰富的 找了很多不同的研究报告 以至好像能够举出 在不同时代里面的一些思想的特别人物 以至他们的经验各方面 但是在用那个例子 扣回自己的论点上面 我也是觉得是有点弱的 是的 那这些位置上面 也可能是要做得好些 是的 那这些是一些比较简单即时的评论 那可能我留给其他评判 再分析再说 感谢评判报告的意见 那接着来我们会邀请 王文杰先生去为这一场比赛 去做一些评论 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在这场辩论里 我觉得有几点可以想的 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那个标准在哪里 其实这条辩题里面 是讲到关于处事和认识 这个应该是一个对应的标准 有时我们很容易就会令到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道家思想如何好 或者愚家思想如何好 可以做得多一点就是 那这件事对于这个 处事应势是怎样呢 那就是说 其实香港青少年 面对着或者生存在一个 什么社会 以及如何面对将来 这个社会的发展 和世界的发展 那这方面其实可以 障密多一点 那如果你有一个 比较多点的对应的话 就不会去到有时 某些情况下 就会变成就是 哪个思想好 哪个思想就是 伦理关系 或者是对于道德的看法 而是说这种伦理和道德 在这个社会里面 和将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上面 或者世界的发展需要上面 如何是适切一点呢 我觉得这一件事就是标准有关 第二件事呢 我就觉得是 需要留意就是 有时举一些例子 要留意少少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留意到就是 历史事件的发生 和它本身的精神价值之间 其实是会有差距的 就是说 譬如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 儒家思想 我先假设这么说 以前很着重一些礼仪的 礼法的 要具体如何行出来的 这个可能是一个具体的细节 但这条辩题 可以让我们这么思考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从那个行为 或者那件实际的事情 本身背后所反映出 一种什么精神价值 就是说 以前可以走在于 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 今时今日 具体的实践方法 可能会有点不同 因为历史也不同了 但是那个精神价值 那个观念 是可以一脈相承的 这件事同样 适用于道家思想的方面 这个是我觉得 对这个题目里面 一些理解 可以这样想想 第三样东西 第三样东西 我觉得要处理 就是一个叫变形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 什么叫变形问题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说了 一些道家思想 和儒家思想 有时候讲一些说法 可能 可能是最早期 老疗 或者很慢的说法 有可能这些说法 到后期会变形 或者变质 为什么会变形和变质 很简单 因为受政治环境影响 或者朝代君主影响 有很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 先讲儒家思想 例如说 扶持指效 才来算 提到等等 但后来去到所谓的三纲 会不会变成了一个政治用法呢 又或者举个例子 道家思想里面 说的信服自然 或者追求真我 或者一个本质 本我 是一个真我 出现的时候 去到 刚才也有提到 譬如健康时期 变成那种 軟直那类 那种颓废的色彩 是不是一种 属于道家 有少少变形的呢 这样 这件事是值得去想 我想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指 辩题里面所谓道家思想 和儒家思想 那种理解 所谓的准确 大家都说 我准确一点 你没有那么准确 其实那些白面去到哪里呢 当一些思想去到 朝代发展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种程度 我当它变了形 那我们应该去折在哪个位置 也同时可以说一样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这种 可能变了形的思想 还是其实本质就是这样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可以 就是想一下 最后一样 就是有时候 我觉得看现在的 就是现在 或者道家思想也好 有时候我们会用了 现今的赤度 和看事物的标准 放在以前的思想上 这种呢 我觉得是思考上 一种很难避免的事情 但是我们是可以 尽量去 将影响减低一点 意思是什么呢 当我们今时今日 用现今的思想的标准 去看回 即是用现今白赤 去度回以前的情况 然后说以前的情况 不理想或者不好 那这种是一定有种落差 所以当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要真实理解当时 社会那个处境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 而提出这个问题 要处理一个什么问题 或者要回应一个什么问题 拿到那个核心了 然后将这个核心 带回来 误真社会 可能这样说 就会比较妥贴 或者会准成一些 那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主席 感谢评判部的意见 接下来我们会请第三位 评判黄可乔小姐 为这场美赛作出一些评语 谢谢 好 我要理身 可能我对于道家和瑜伽的理解 就可能没有其他两位评判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我只能够就着台上的同学去解释 那两件事是什么而去理解 然后就发现了两边不停地表示 对方妖魔化了他自己 所以我去到后面 是有一点 我都不太知道 究竟实际上的瑜伽和瑜伽是怎样 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 但是我会同意 两位评判所说 就是大家的反应是很快的 然后我也觉得大家是很清楚自己想说些什么 这是一件好事来的 但是在线上 我就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其他评判也有提到 就是究竟实际上的标准是怎样 其实我听听一下就会觉得 其实大家说的东西 应用在不同的情况 听上去都是一些好听的说法 但是我更加会想知道 就是在你们的角度来说 香港的青少年 应该要达到的那个 好像目标究竟应该要是什么 就是隔方就会觉得 我应该好像是不是纯粹是要开心点 那就可以是一个更加好 那越方就说我们就继续努力去 进取但是又适可而止 所以好像大家的终极目标有少少不同 那我反而会想知道 那为什么这两样东西 你的取态 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开心 重要一点 然后为什么另一边 又觉得你继续努力重要一点 令到香港青少年 可以以后更加好面对它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目标上的问题 第二样东西就是关于如何做到 就是大家都拋了很多的条件出来 例如越方就是说 那个过由不及中庸之道 那我就会想知道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应该要做什么 实际上它遇到某件事之后 你会觉得它什么时候应该要停 什么时候应该要继续向前 我觉得这些我会想听多一点的 好,那我试一下针对一下 针对一下两边本身的条线 其实我觉得甲方有尝试 在你设计那些点的时候 你有设计到一些前切 那些前切去到后面就掉了 所以就变了有些东西我会不太明白 例如你的点一就是解释到 要自我实践 你就说他们需要一些自由的空间 但是你去到后面是没有继续到这件事 我不知道这个是关不关 就是越方会不停地攻击你们 他们就会有一些很仔细的标准 对于你们来说 究竟他为什么需要一些自由空间 为什么不要直接要跟着呢 这个我去到后面的时候 就不是很听到的 接着之后你的点也是 你有个前切就说有很多的挑战 还是问题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自己解决的 所以你就觉得 他们更加重要 应该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这件事也是掉了 到后面就只会听到他们很抑郁 所以他们就应该要改变心态 就没有了那些什么 因为越方会不停地问你 那么你遇到一个问题 是不是不解决 所以我也会想知道 为什么在你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先改变了心态 而不是做其他事先 所以如果你是想说 他那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的话 我会觉得 讲白些人给一些例子 你就直接下来就好 就不要避免这个位置 那就会怪怪的 那么同样地 对于反方而言 我觉得一些东西是会 比较容易去明白的 你说连登他们有仇富有仇老 然后就直接对应 我们就教他们老不老 几所不育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的 一直听下去 然后呢 是的 但我的问题通常会在于 你们说完的一些东西 你没有解释到 例如你的月记一负 你就会说 我们实际上不是说是阶级观念 只不过是不同位置 就有自己不同的责任 或者有自己所长 然后你就提及到一个扶持指效 我就会很想知道 那究竟所谓的扶持指效 你期待他要做到什么 你才会判断他做效 因为各方也都会不停地问 那一条问题就是 喂 你是不是真的代表 你要盲跟你的父母 所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究竟对于方言的孝顺 是什么 就是你说要跟很多不同的 就是他要怎样去练习 然后选择跟 然后跟成什么 那这些我会觉得是 需要听多些 然后呢 另一样东西就是 你会有说到 他们面对一些不同的 很多的竞争 所以他就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那我也会很想知道 就是这样 是怎样做到 就是你觉得如果他是一个读书 但是他真的读书不聪明的 所以我更加要向着这个方向 继续不停地读书 那所谓的提升能力 那是有没有可以改变方向 那你们会有提及到 就是孔门弟子的职业 事实上都很多元化 但是我都会有一个 就是甲方母问 我自己有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他们能够选择自己想做的 就是他究竟做了自己想做的那个职业 是他想做 他有能力地做 他知道自己想做 还是怎样去选择出来的呢 因为我会觉得 作为香港青少年来说 其中一样应该都会有一些 是好像你这样说 你会被很多外界的说的东西 去扰乱你自己的人 怎样想 所以实际上可能很多青少年 都是不太知道自己想做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你只是提出了 如果其实孔门弟子他们做的都是很多元化 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我会更加会认为想知道 他是怎样得出到这个结论 而不是只是说了他 结论就是很多元化 之后 另一样东西就是 这个是对两边都是 就是我有一点想知道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用一个思想 而什么时候可以用另一个思想 其实孔方自己的义父 在最接近你的时候 你又提出到健安那些时代的例子 就是说他们躺平颓废 然后又哭 我会想知道就是 我们是否见到这个状况 如果社会状况是 那些人是禁意受到打击 所以我们就会用瑜伽还是怎样 因为他们始终这两个理念 出现是会有原因的 究竟是什么时代背景 应该用些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是我自己 都会想知道的一件事 好,让我看看最后 对了,还有越方 对,去到后面 你们好像回答台下的时候 突然间就说到 其实你们觉得这两个理念 可能我们都需要有 但问题是多还是少 然后你们会有一些 想法是去到后期才慢慢滲出来的 例如你们会突然间去说 可能 对于一些青少年来说 应该给一些事情去跟 因为好像你的义父那样说 究竟 好像是说究竟那些人能不能理解 就是那些青少年能不能理解到 道家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些这样的概念 我会反而想 会不会可以早一点去说 因为这个是十方实力 透了一个青少年的特点 然后去解释说 你可能 叫他现在就说 要改变他的心态 其实他会不会做 或者他 完全会不明白这件事 那我会觉得 就是会不会 你们都会有个 我听到他感觉 就好像有些stage 这样的事情 我的想法是 你们会不会说 可能他最开始 应该要自助去努力 如果你发现他真的可能 去到一个地步 他发现自己不能够再努力下去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选择另一件事 可能就可以改变心态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先后上的分别 因为始终你 踏台下的时候 你说多同小的时候 你都没有怎么解释到 究竟为什么是哪样多些 哪样少些 究竟我要 这样 好 那我应该 大致上就是这样 好 感谢评判部位的意见 那在公布赛果之前 首先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状象 那今天的最佳辩论状是 月方的主辩 陈斯文同学 恭喜 那现在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的变题商变题 贾方 杜家思想比余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厨师应世 月方 余家思想比杜家思想更适合现今香港青少年厨师应世 由 贾方 华英中学 对月方 德兰中学 贾方得票为0票 月方得票为3票 赛果为0比3 由月方胜出 恭喜 字幕志愿者 сч Naiv 询阅